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只好失望地回到自己的国家 同样在春秋时期 也有一位夫子出使外国 并用自己的智慧围积了对方的羞辱 维护了自己国家的尊严 他就是燕英 是齐国的大臣 他要出使的地方是楚国 燕英虽然身材不高 长得也不好看 但是他十分聪明 能言善辩 世人尊称他为燕子 燕子已经辅助了三代齐王 经常为齐王提出建议 让国家更好地发展 在春秋时期 齐国 晋国和楚国 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强大国家 和其余两个宋国 秦国一起并列为春秋五霸 话说 当时因为齐国的齐警共 觉得自己国家已经足够强大了 就开始贪图玩乐 不管朝政 国力就开始一点一点的衰退 当更强大的晋国派兵入侵时 齐警公才发现 自己抵挡不住了 开始慌了 就想要联合楚国一起去抗敌 于是他派了燕子作为使者去楚国 当时楚国的国君是楚陵王 他是一个自傲的人 性格暴躁 喜欢刁难人 他自以为自己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好 让楚国的国力强盛 不惧怕强大的晋国 所以他非常瞧不起 不思进取 贪图享乐的齐国国王 当听到齐国要派使者来楚国之后 楚王就和大臣们商量 要用什么办法来羞辱一下齐国的使者 而知道使者是燕子之后 大臣们就提出了一个方案 楚王听了很高兴 认为这一定能够让燕子打出洋相 燕子从齐国都城骑马来到楚国 楚王已经提前知道 身材矮小的燕子是使者 就特地让人在城门隔壁又开了一个小门 然后关上城门 请燕子从小门进去 楚国的将军出来迎接 燕子大人 我们大王得知您出使我国 特地让人开了这个新门让您进入的 燕子看到这个小门 停下马来 向迎接的将军问道 只有出使狗国才要从狗洞进去 我今天出使的是楚国 应该不是从这个门进去吧 楚国将军十分尴尬 只好挥手让士兵们把城门打开 迎接燕子进城 进到大殿上 楚王接见了燕子 楚王见矮小的燕子向自己行礼 就摇摇头问他 齐国恐怕是没有人了吧 燕子听到楚王的话也不生气 慢条斯理地说 我们齐国的都城林姿住满了人 有七千多户人家 在路上人们的肩膀都挨着肩膀 展开的衣袖能够把天空挡住 挥洒的汗水就像下雨一样 怎么能说齐国没有人呢 楚王又继续问道 既然有这么多人 那为什么要派你这样的人来出使我国呢 燕子听完笑着说 不敢欺瞒大王 是因为我们齐国有一个规定 出使上等国家 就派出贤民的人作为使者 出使下等国家 就派出无能的人作为使者 因为我是最无能的人 只好被派来出使楚国了 楚王听完 也只好跟着尴尬地笑了声 摆摆手让燕子先去休息 说晚上会设宴 和他一起吃晚饭 酒席摆好了 楚王和燕子一起吃饭喝酒 酒喝得正高兴时 楚王聊起了齐国的一些风土人情 楚王说 听说你们齐国物产丰富 什么东西都有 大王过假 只是我们齐王治理有方 等聊得差不多 楚王使了个眼色 让手下按照先前大臣们提出来的方案行事 这时 两个士兵压着一个人走进大殿 楚王就问 这个人是哪里人 犯了什么罪 士兵回答 报告大王 这个人是齐国人 犯了盗窃罪 现在请大王发落 楚王就看着燕子问道 齐国不是物场丰富吗 治理有方 怎么还会有人偷东西呢 只因为齐国人生来就喜欢偷东西吗 燕子离开了座位 站起来说道 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 在淮南 又甜又大的柑橘 一旦被移植到淮北 就会变成又小又苦的植 大王知道是为什么吗 楚王说 是因为两地的水土不同吧 是啊 齐国人在齐国安居乐业 可一到楚国就做起贼来了 也许也是两地水土不同吧 燕子一说完 楚国的大臣们都十分生气 士兵们更是想要把刀抽出来 杀掉侮辱自己国家的燕子 楚王却哈哈大笑 回仇让大家不要生气 笑着对燕子说道 我本来是想要取笑先生 没想到 反而让先生给见笑了 燕子伸手作意 说道 大王 您签让了 楚王说 先生 果然才智果然啊 是不能跟他开玩笑的人 我真是自逃没趣了 哈哈哈哈 楚王举起酒杯 向燕子敬酒 燕子看到 也连忙举起了酒杯 还望先生 不要见怪 来 干了 燕子说 遵命大王 请 从那以后 楚国和齐国成功结盟 燕子也顺利地回到了齐国 受到齐王的嘉奖 后来成为了一代萌相 小朋友们 燕子是不是很厉害呢 她用自己的智慧 回击了侮辱和刁难 捍卫了国家的尊严 我们也要像燕子一样 面对他人的嘲笑和刁难 不要怕 拿出我们的自信来应对 而且 我们也要学会尊重 尊重他人 就是尊重自己 可不能像楚王一样 随便嘲笑他人 不然自己也会闹出笑话的 好了 听完了燕子石楚的故事 是不是觉得不够过瘾呢 没关系 下一期节目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卧薪尝胆的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